一男一女在路中央 绑包头的女子站着 男友在他面前双脚下跪 拉着女生的手 似乎在求饶 男儿膝下有黄金 为何大庭广众之下下跪 骑士很好奇 这到底怎么回事 都绿灯了 还是骑很慢 一直回头看 经过了汽车 绿灯还踩煞车 忍不住瞄一眼 女子患蹲坐 直到有人在他们面前等红灯 女的转身想走 男友拉住她的手不肯放 又一个骑士经过 实在太引人注目 女子不得不先原谅男友 好像说先离开再说吧 但她上车前 却怒把刚刚买了宵夜 一整袋丢在马路上 男子无奈地看着被扔掉的食物 最后上车离去 警方货报抵达 吵架情侣已经离开 路面上满是薯条 鸡块还有翻倒的可乐 远景便清洁员收拾残局 而这地点在高雄三民区澄清路 凌晨两点多 警律吵架在马路下跪 车主是一名零星妇人 疑似把车借给女儿跟她朋友 结果情侣两买宵夜途中吵架 车停路中央阻碍交通 警方将依车牌举发 600到1200元 至于女子随手丢薯条 警方将减负相关试证 转请环保局裁处 到底为什么是吵架 不能回家好好说 路上上演下跪 幸好没有遇到酒驾 万一被撞上 可能变成悲剧 TVBS新闻 徐克诚 高层报导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 Plus 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